这一堂课呢,是我们Visphere入门到精通系列的第三课 这一课呢,我们主要想讲一讲就是怎么样合理的利用系统带的那警报相关的一些功能来去监控我们的Visphere平台 那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呢?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呢? 其实理由也是比较简单 如果没有Alarm,没有任何的报警的话 对于我们的一个系统环境来说,其实是一个灾难性的问题 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问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像我们人感冒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感冒了 就像我们人生病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生病了,没有任何预兆的话 这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呢,我们在那个基础课程的第三个阶段最后一课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一讲,就是除了利用系统自定义的警告之外 系统定义的警告之外呢 我们有没有办法自己去制定一些警告 然后呢,来为我们的工作服务 首先我们在那个了解Alarm之前呢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去讨论一下什么是Alarm 应该说是什么是Visfer当中的Alarm 在Visfer当中,你们如果在使用过你们Visfer的系统 做过实验等等之类的动作的话呢 你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报警 你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报警 而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的是说 其实我原本没有,我自己没有去设定各种报警 为什么他会帮我报警呢 其实是比较简单 因为系统预先帮我们规划了一系列的一些警告相关东西 比如说,你的存储的使用率 比如说,那个硬件的健康状态变化 比如说,主机的CPU使用率 比如说,主机的memory使用率等等等等 那么,所谓的警报 也就是用来帮助我们提前预知 在我的系统出现一个较大变化 然后到难以挽回状态之前的时候呢 提前通知我们一下 就像我们人要感冒之前 可能习惯性的会先打打喷嚏 或者说是头晕眼花什么之类的 那么这些就是一个警告 对于那个VSphere来说 也就是我的CPU变得怎么样了 我的memory变得怎么样了 我的存储变得怎么样了 我的网路变得怎么样了 还有其他的等等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那么这一系列东西就构成了警告 警告存在的根本价值就在于 当我们可能发生什么事情之前 那么提前告诉我们 那么在VSphere当中呢 那个确审的警告呢 主要是针对那个ESSI主机和虚拟机两个部分的 实际上啊 整个VSphere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也就是这两个东西 ESSI是基础平台 VSenter是那个那个Virtual Machine是虚拟机 这两个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基础单元了 那有人可能会说 不对啊老师 你说我们后面如果我们要做Horizon View 我们要做VCloud的话呢 你不是说过VSenter也很重要吗 当然了VSenter也很重要 但是在基础架构里面的话呢 它没有这两者重要 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说警告 主要针对是这两个部分 当然如果以后咱们咱们去到了虚拟桌面 我们去到了云计算 各方面东西的话呢 VSenter也也有着相同重要的位置 那么到那时候针对VSenter 我们一样有对应的一些警报和监控手段 所以呃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 好 那么基本上 缺少的情况下 系统帮我们预设了关键性的指标的所有的警告 也就是说缺少的情况下 针对CPU Memory 磁盘网络 他们的所有状态变化 不好的状态变化呢 系统其实都会给我们告紧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特殊的需求的情况下 其实你用系统缺审的这些警告就可以了 但是呃对于企业来说 可能也不排除什么时候呢 可能有一个就是自定义的警告需求 比如说有的企业他就想特别针对某一个方面做监控 或者说某一个企业认为特别关键的参数去做一个报警 那么我们可以去自定义去自定去定义一个告警的一个信息 然后把它列在这个清单里面来 那么这个自定的警报呢 我们可以针对虚拟机主机 cluster data center 然后data store network disability switch disability switch pog loop 就是我们可以针对这一系列的对象呢 去自定一个 专属于这些对象的一个警告 啊 一个警告 那么怎么样来去创建自定义的警告呢 那么我们在那个inventory里面找到找到我们要设计设立警报的一个对象 好 那经过我们这么久的课 我想不用我再去告诉大家什么是inventory 好 那么找到我们需要设定设定而那麽的一个对象呢 然后选又选又机选择而那麽 选择而那麽之后我们选择添加 i的那麽 那么当我们选择a的那麽的时候呢 系统会跟我们谈出这样一个一个对话框 那这个对话框看起来简单 但实际上这对话框里面呢 他还是隐藏了一些啊 需要我们知道的一些东西的 比如说在这个对话框里面 他有三个页标签 我们一个个页标签来看 首先说第一个general的页标签 在general的页标签里面呢 我们可以给新增的这个alarm去命名 然后写一个描述信息 那麽下面有一个alarm type 有一个alarm type 这个alarm type这边的话呢 我们可以选择监控什麽东西啊 我们可以监控什麽东西 现在我们说了他可以监控虚拟机啦 主机啦 交换机啦 等等之类的信息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警报用来监控什麽东西 然后在下面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monitor for specific condition or state 例如CPU power 那么还有一个第二个选择是monitor for specific events 注意这两个选择针对的是不同的东西哈 首先说第一个monitor for specific condition or state 这个选项它的意思是监控一个我们监控对象的一个状态变化 什么叫状态变化 什么叫状态变化 状态变化就是 昨天我在跟你们讲课的时候 我精神抖手 然后我今天跟你们讲课的时候 哦 萎靡不振 这叫状态变化 这叫状态变化 我们说一个水温度有正常的常温 被我们加入到了那个100度 80度100度 这叫状态变化 哦 所谓的状态变化是指一个事物在一个嗯 最低线和那个上线范围之类的一个变化区间 这个区间变化 比如说我们过马路的时候看到了绿灯过马路 黄灯要那个要么停下来 要么赶紧过去 啊 红灯就停下来 这也是状态变化 哦 所以第一个监控警告的一个方式 是通过监控相关组件的一个状态变化 那么第二个叫做 Event Monit for specific events occurring on this object 就这个选项是什么意思呢 事件 就是说对于我们监控的这个对象来说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 举个例子 还是刚才我讲课的那个例子 啊 我说我的状态不好 昨天我还是弄火虎 今天就跟个病样子似的 那这叫做状态不好 同样的 昨天我还是能活虎的给大家讲课 然后今天我突然之间就 没有来给大家讲课 也没有做任何安排 这叫事件 这叫事件 所谓的事件指的是说 事物的发展 从一个变化 一个点 突破了一个极限 到了另一个点的时候 这叫事件 比如说 比如说 你的 虚拟机突然挂了 然后那个 你的网络断开了 你的那个就是 虚拟交换机崩溃了 等等等等 这些叫事件 比如说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做 事物分为量变和自变 两个部分 当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就会发生自变 比如说 刚才我们所说的 开水烧到了100度之后 那么这次就意味着 这个开水彻底成为了一个废水了 因为它的那个浮点 它的废点是100度 对不对 那这时候 它已经不能称之为普通的水 应该给它取一个学名叫开水 对吧 那么 但是如果它没有到100度 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还不能叫做开水 还不能叫开水 也就是说 那个Visware当中的一个 Alarm监控的话呢 它可以针对两个条件的监控 一个是状态变化 一个是事件变化 那么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 来选择这两个东西 选定之后 记得要勾选这个 Enable this alarm 那么 这时就是 我们在这个选项 选好之后 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定义好了 对于哪个对象 去做一个到底是状态监控 还是事件监控的事情 但是 注意 既然是监控 就必然有一个什么 就一个 呃 临界点 就像我们说开水跟水的区别是什么 100度 100度 那么 既然是这样 就有一个临界点 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要定义一个警报 那么这时我们需要什么 我们需要有一个触发器 我们需要有一个触发器 啊 OK 我们 去到 呃 下一页 我们需要有一个触发器 来帮助我们 那个 去 呃 定义 灵界值 到底在哪里 定义 灵界值 到底在哪里 好 那么 这个触发器的存在呢 它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 它对我们的帮助是什么 就是帮助我们快速的定位到我们的一个 灵界值 那 因为灵界值可能有很多 比如说 同样是开水 你在高原地区可能烧到60度 70度 或者80度 它就变成开水了 但是在平原地区像我们这个沿海地带 那么它一定是要烧到100度 它才能是开水 也就是说 这个触发器的存在 触发器的存在 它帮助我们去定位这个事件的这个变化 以及它在变化过程当中的一个阀值在哪里 阀值在哪里 那么 它也可以针对两个类型做触发器 一个是针对那个状态的 一个是针对事件的 比如说 当耶稣塞主机的内存使用量超过90%的时候 它给我们要求定义这样一个状态的 针对状态的一个而难 当耶稣塞主机内存用量超过90%的时候 OK 它给我报警 或者当主机从存储所有主机从存储断开的时候给我报警 那还有针对事件 就是比如说耶稣塞主机的硬件出了问题 license过了期 或者分布置交换机跟主机断开连接等等这样的时候 那么都可以这样去定义 也就是说这里的触发器 触发器我们可以分别针对状态或者事件去自行去定义它的一个触发情况 触发情况 具体来说的话就要看你去想要定义的是哪一个东西 那么就拿虚拟机来说 假设现在我们要针对虚拟机 假设我们现在要针对虚拟机去定义一个那个触发条件 比如说我希望我的虚拟机的CPU使用率超过多少的时候给我报一个什么警 比如说就按照我们这里的例子 我希望这台虚拟机的CPU使用率超过75%的时候给我报一个黄色警报 那么并且我希望这个事情呢持续五分钟时间 持续五分钟时间 也就是说五分钟之内不重复去处理 除非除非在五分钟之内它超过了90% 那么给我报一个红色警报 那么如果五分钟之后没有发生变化 就没有降下来 它依然还在在给我报一个红色警报 就说我们可以这样去设置 那在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小的细节呢 可以提醒大家 就是警报的变化呢 是从绿色到黄色到红色的一个过程 那么反过来反过来 如果警报消除的话呢 它是不是直接从红色变成了绿色呢 告诉大家 不是这样的 警报的消除是从红色变黄色变绿色的一个过程 那么同时你看我们针对虚拟机可以定义一个就是它的状态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定义一个事件 比如说如果虚拟机的心跳没了的话 那么这时候给我报警 给我报警 也就是说我可以同时对虚拟机的那个警报触发 我可以设置多个条件 多个触发值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这多个触发值 任何一个满足都给我报警 或者只有全部满足之后才给我报警 那这个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去 设定 那如果你要觉得不满意 你还可以点击这个添加按钮 再去添加多几个针对虚拟机的一个警报 那这是你的权利 这是你的权利 我们可以设置多个警报条件 那么 针对ESSI主机来说 针对ESSI主机来说 我们也可以单独设定一个触发条件 不过注意 这个触发条件呢 就有一个先决条件 是他只能够触发事件啊 他只能够触发事件 比如说 我们可以针对事件类型的警报 事件类型的警报 我们可以去单独去指定一个触发条件 比如说 我们说当ESSI主机上面的这个虚拟机关机的时候 给我报一个警 给我报一个警 而且 在这个地方 针对事件的那个警报呢 有一个 有一个地方是状态 针对状态的警报所不具备的 就是 针对事件的警报呢 我可以直接指定一个对象 我可以指定 直接指定一个对象 比如说 在我的环境里面 在我的环境里面 我有好几个虚拟数学中心 或者我有好几台主机 那么 我可以针对说 只有来自于指定的 只有来自于指定的虚拟数学中心发生了这件事情 系统给我报警 比如说 现在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呢 呃 我建了两个虚拟数学中心 一个是用于那个桌面业务的 一个是用于服务器业务的 那么现在 我们希望的是 因为我的所有 呃 包括运行虚拟桌面的服务器 都是运行在我的服务器数学中心里面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牢牢的监控好这个服务器数学中心是不是有问题 那么 由于通用的那个警报的话呢 它是呃 反正就大锅饭 大家大家出问题就大家报警 那大家都没问题就不报警 它没有说特别针对谁去做一个警报之类一个东西 哈 那针对这种情况 我们就可以设定一个事件 注意啊 这里是事件 不是状态 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虚拟数学中心单独设定一个事件 比如说 如果这个虚拟数学中心发生虚拟机关闭的话 那么立刻给我报警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呃 出发器这边的高级选项里面呢 来指定 指定这个名字叫做我们的例子当中的名字叫做吹宁的一个啊 虚拟数学中心哈 也就是说 记住一个区别 针对状态的警报呢 那么他没办法去指定一个就是特别的一个对象 比如说数学中某一个我想要的数学中心 哈 但是针对事件的警报 我是可以直接直接定一个指定的一个数学中心的啊 指定指定的一个对象不一定是数学中心哈 在这边我们其实是可以选择 我们这边是可以选择的哈 只不过我们这边选择的是数学中心 OK 那么 除了警报之外呢 他还有第三个页标签 那就除了出发器之外呢 他还有第三个页标签 这这个页标签叫做reporting 这个这个页标签存在的目的是为了干什么呢 为了帮助我们减少不必要以及重复的告警信息啊 那么这边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runge 一个是frequency 这两个选项是分别是代表什么呢 runge这个地方指的意思是说 如果说我的警报临界值啊 我的警报临界值的浮动是在我这边指定的范围 就波动在我这个指定范围之内的时候 那么这时他不给我不给我去做一个那个重复的去一个发送一个警告 然后结合下面的这个frequency的话呢 这边我们可以设置说每多长时间之内触发一次 每多长时间之内触发一次 这边这个选项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减少一些重复的 呃没必要的重复的警报 比如有些警报我们知道了就行了 然后可能呃暂时来不及处理 然后如果同时呢 我们又 因为你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警报的相关信息啊 它是要存在你们的数据库里面的 他们它它是要存在你们的数据库里面的 换句话说 如果说你们不去做出 呃你在这个地方的设置过于频繁 警报的发生或警报的那个传输啊 呃过于频繁的话 那么这是那个 他就他就那个不给你 就你的那个数据库啊就会撑撑撑的往上涨 撑撑的往上涨 我记得我曾经有遇到过一个情况就是几台机器就两三台机器装一个微生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也就两天时两三天时间数据库就蹦到了七十几个局啊 七十几个局 所以这个地方这个百分比的话呢 我们建议大家不要受的太小 不要受的太小 因为如果你受的太小的话呢 你的浮动范围呃就又越准你的浮动范围越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他就会连续不断的去给你报警 连续不断给你报警啊 这是那个这个选项 这个选项 那么呃再来看最后一个选项 关于Actions这个选项啊 前面我们说的是警报的类型 警报的名字 警报的触发器 以及那个为了减小我的那个数据库的一个空间呢 那个的一个警报的频率相关东西啊 那么呃还有一个东西就是需要我们在就是发生了警报之后 我们怎么处理 发生了警报之后我们怎么处理 那么VSphere呢 给我给了我们三种处理方式 第一种是警报发生的时候呢 给我发邮件 第二种方式是执行SNMP 就是把警报信息发送到SNMP服务器啊 第三个就是执行一个特定的命令啊 我们一个个来看啊 首先说发邮件啊 啊通常情况下我们呃 如果说发生警报了 我们可以设定为发邮件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呃 Actions这个地方选择 Sunder Notification 已经没有 然后在这里设置什么 这里设置 收件人啊 这里设置 收件人 就是把这封邮件发到什么地方去 发到什么地方去 如果你有多个收件人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用半角的分号 半角的分号隔开 那么后面是设置 如果从绿色变黄色要不要给你发邮件 呃从黄色变红色要不要发 如果发的话是重复的发 也就是说每 这边有一个有一个频率哈 有一个频率 就是说每隔多长时间发一次 每隔多长时间发一次 要不要重复的发啊 那那个还有就是从黄色 红色变黄色要不要发 如果发的话是重复的发 还是只发一次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黄色变绿色要不要发 我们可以选择发邮件 好 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是那个发送SNMP 那发送SNMP呢 在这个地方就没有太多要设置的 主要是在那个我们的配置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需要预先的把它的那个相关的参数给配好啊 那在哪个地方去配呢 我们登录到VCenter 点击它的Administration菜单 然后选择 选择VCenter Server Settings里面啊 我们就要去这里去配 针对SNMP的话呢 我们就选择这里的SNMP选项 然后在这里设置你的SNMP服务器的地址 然后这边设置断口 设置这边设置的一个community制服串啊 设好之后 那么这时候他就会给我们的网管服务器去发Trap过去了啊 那么如果说是邮件 如果是发邮件的形式的话呢 需要在这里的这个mail选项里面 在这里的这个mail选项里面呢 设置我的SNMP服务器 然后下面设置用哪个账号来发邮件 那在这个地方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没有一个email账号的密码给我们输哈 就说这里不要求密码验证 换句话说 如果你们想用公网的那些免费的邮箱 如果你们想用公网的那些免费免费的邮箱来作用SNMP服务器的话 抱歉 肯定是不行的 肯定是不行的 你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在这边配置你们内部的SNMP服务器 让他们来发送邮件 因为他这里没有做安全验证啊 没有做安全验证 这一点请大家注意一下 请大家注意一下 这里设置的是那个发送那个发送邮件的这个账号啊 发送邮件的账号 那么我们说了他的处理方案呢 是有三种的 那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就是发生警报之后对虚拟机进行操作 他有三个操作 一个是关机 一个是重启 一个是开机 就这三种针对虚拟机做操作 那么当我们通过前面三种两种形式 任何一种形式 比如说无论是SMTP也好 还是SNMP也好 收到警告之后 收到警报之后 那么这时候我们需要对警报进行处理 那么针对警报进行处理的话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这是Visfer Clean登录啊 来到这个V 用Visfer Clean登录到Vcenter 或者用Visfer Web Clean登录到Vcenter 其实都是一样 只不过位置可能稍微不太一样而已 那么进来之后在这个Alarm选项里面 Alarm选项里面右击选择我要处理的 我选择Aclonage Alarm 那么这时候呢 你说我已经收到了这个消息了 我已经收到这个消息了 那么这时OK 这个警告就会被认为你已经处理好了 你已经处理好了 然后那个时间到了 警告就会消除 当然了 如果你希望马上就消除警告的话呢 你可以直接选择Clear Clear 把它清掉 把它清掉 那么如果说你在这边Aclonage了这个警报 但是其实你并没有做任何的处理 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没关系 到了时间点 它还会给你报警 它还会给你报警 它会重复的给你报警 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 因为手抖或者手键 你不小心 错误的或者不小心的 把这个警报给消除了 那么留下安全隐患 它还会帮你去重复报警的 它是一个比较顽强 比较顽固的一个报警机制 那么ViswareClear 登陆到Visware 你要看警报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 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感叹号 那么你们可以看得到 相关的一个警报信息 啊 OK 那么这里是我们关于 那个就是 Alam的理论讲解部分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那个我们就去系统里面 给大家演示一下 给大家演示一下 跟警告相关的事情 演示完成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回答大家的 针对这一刻的一些疑问 好吧 嗯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课 有星期就报 没星期就拉到 好吧 OK 那么到这里 我们关于警报的部分的讲解 就到此结束 同时呢 那个整个level3 Visware Room到精通 level3的课程就结束了 好 从本周四开始 从本周四开始 我们会正式进入到Visware 高可用的技术章节 那么换句话说 到下一章之后 我们以后主要去介绍的是 我们针对Visware 这个平台的一个 可用性 相关的一个知识 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下堂课周四 当然了 报了Horan Review的 还有明天也有课 OK 到这里 这堂课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那么接下来呢 请大家稍稍等一下 我们给大家去进入